今天有媒体报道称苹果中国研发中心疑似落户上海浦东预计今夏正式启用 这一消息是否属实记者今天前往传说中的苹果研发中心的新制打探 位于原深路张阳路口的这幢古典风格的六层高楼就是被曝为苹果中国研发中心的所在地 大楼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不时有设备工具运出来 但当记者询问是否是苹果公司办公室装修施工人员显得惠莫如生 你们怎么知道的 这秘密的上一秘密不能告诉你们的 给你们不打干 你们想告诉我们不能告诉的 我们跟苹果有保密协议 而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这三幢楼为苹果公司租赁使用 分别用作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呼叫中心 而非此前所传的研发中心 记者随后上网查询发现 投资1.89亿元的苹果原深路办公室精装修工程 曾在去年8月公开招标 不过对于子公司落户普通的传闻 苹果公司至今未做出正面回应 尽管如此 这一消息已起波澜 到原深路现场来打探的媒体和市民也不少 有评论称此番苹果如首次在北京以拜的地方设立办公室 也显示了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值得期待 至少就是说不会就是说国外的新产品国内还没有 至少就是说会可能会同步上市 因为有些时候苹果在售后方面 有些时候总会有一点问题 如果他们有住办事处在这有问题 都可以直接去向他们维权 记者谢丹青报道